欢迎回到POP大国民6点钟到7点钟的时段 今天6点到7点的时段 我们现场来了一位朋友很特别 为什么特别呢 这个时间是下班时间 他的工作 应该是很多的朋友 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很期待的 但是我不晓得现在网络的年代里头 他的工作是不是改变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位邮差 可是他今天来并不是要谈邮差的工作 而是要谈他的邮差的工作的同时 他发展出了另外一个兴趣 就是他喜欢摄影 拍完照片以后 他把他丢到Instagram上面 然后竟然就被出版社注意到 然后被网络很多的报道注意到 他就出版了这本《拆拆工作日志》 那这个拆拆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邮差的话 你可能会念的叉叉 工作日志 来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在我们现场的是邮差 李翔先生 哈喽李翔你好 主持人你好 这是本名吗 不是这是笔名 笔名吗 对我想说 哇 这个名字听起来 他又很高大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还想说 你的笔名 没有受到费翔的影响吧 没有啊 因为李翔非常高大英俊 所以我刚刚刚开玩笑 想说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费翔嘛 所以我的名字又叫做李翔 出版了这本《拆拆工作日志》 说真的 当书出版的时候 你那个第一时间拿到书的感想是什么 其实认真说的话 有没有一点激动 超激动 因为总觉得就是受被人家肯定的感觉 对啊 那就小时候觉得说 也没做过什么让自己父母亲高兴的事 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拿给我妈看 OK 这本书呢是有录出版社 出版的 我刚刚为什么请教李翔说 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你晓得这差别很多 你在往脸书上写 或者Instagram上面去丢 那有很多的反应 那是一种 可是当它变成了一本 paper本的纸本书 拿到你的手上的时候 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有很多人会说 书有新书有新书的味道 的确 你拿起来以后呢 像我的习惯都是 拿起来会放到鼻子前面这样 心脂的味道 这一页那个心脂的味道 这种感受就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刚才特别请教李翔 好 我们刚刚有介绍李翔是邮差 做了多久 今年是第12年 第12年了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邮差的工作 其实当初只是为了讨生活啦 说真的 安定 对 12年前的时候邮差还好吗 这个工作 有 其实差别蛮大 我刚刚为什么在看场上有讲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 好我们先讲好了 更早以前 各位还记不记得 呃 侯小玄导演曾经拍过一部电影 那电影里面呢 那个男主角呢 就是透过 他当 他当兵了 每天呢就写信 他的邮差就帮他送信 到最后呢 他回来的时候 那个 他的女朋友嫁给了 那个邮差 所以可见呢 邮差这个角色呢 各位不要 千万不要低估他了 不要低估他了 好 那我所谓不要低估 我们大概就跟各位讲 因为这跟这本 呃 拆拆工作日子 内容是有关的 很多人看到邮差的时候 都有一种信赖感 是 是 这是很特别的 对 我觉得这 这个当然跟台湾长绝来 我们的邮政人员的 工作的效率 还有服务的那种诚恳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不对 对没错 这一定有关联系 几乎大家对邮差都 印象非常好 然后第二块就是 邮差因为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 他是一个很安定的工作嘛 对 工作安定 然后大家觉得 当邮差的朋友呢 老实可靠 所以很多人会 环境也比较单纯 很多人会喜欢把 他的女儿嫁给邮差 对不对 就加分啦 有加分啦 对印象 好 你当初做了12年 可是你开始摄影是多久 我是大概三年前 三年前 所以有9年的时间 其实是没有的 对是空窗 那9年在干嘛 就是工作 真的就工作 那工作下了班呢 对就想说 就是很单纯的生活 上班就想要赶快回家 然后放假就是在家 我再加 那三年前为什么 突然间会有摄影这一块 加到邮差的行业里 对那是因为 刚好有些记忆 然后认识到一群朋友 对你思绪里有讲嘛 对对对 就自从认识他们以后 才慢慢把这个摄影 这一块 传达给我 就说 哎你要不要说 去拍一下去拍一下 拿手机装拍 你刚开始用手机拍 对 现在呢 现在是相机 相机了 所以变专业了吗 越来越专业 也没有到专业了 不敢当 好那你结婚了吗 还没 还没 有没有女朋友 有 你做手势 我们听众听不到 听众看不到 因为我们现在来了一个漂亮的女生 是他的女朋友 你们认识几年 我们认识一年半 一年半 所以是在摄影之后 对不对 对 好 我问这些 主持人问这些都有伏笔的 待会各位就知道了 九年的时间你做邮差 从来没有想到要把拍下来 工作经验里面看到的时候 是已经拍下来 可是三年前开始 换了不同的角度了 这对你理解自己 作为一个邮差的这个行业 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 就是开始要摄影 跟不摄影之前 这个变化 有 那像 刚刚有讲嘛 就是 一开始是那种平淡的生活 但是直到接触 用工作跟兴趣做结合之后 反而变得会期待要上班 有点期待要上班的感觉 哇 你这样讲中华电信 不 那个中华邮政听了 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没有 那是对自己 会有期待 今天会 在工作上会有什么遭遇 对 那跟民众会有什么互动 会有点产生一些小期待 请看 这就是差别了 对不对 以前你就是工作 那可是 开始知道说 你的工作 可能会被你自己拍下来之后 看你的工作里头的 每天的经历的眼睛 就不太一样了 是 那简单说 就是会对工作 在加持 一些热情在 可是事实上 你的工作 因为 我再请大家 你的邮差的工作范围 会常常调动吗 还是说在一个区域里面 其实就一直在那个区域里面 会调动 会调动 对 那你都在台南的附近吗 我们是负责 我大概负责三条路线 对 那在这三条路线就轮流 都在台南吗 对 在散化 散化 因为我看里面有一些 有散化的 有散化的那个场景 那个地标 那个路牌 对 因为我们散化是包含三个行程区 那就是安定 散化跟大内 这都是你十二年来的工作范围 对 十二年这样跑下来的话 每天这样子跑 大部分人都认识了吧 差不多 绝对的 这比手当然 好 那我的伏笔的之二呢 出来了 因为你开始摄影之后呢 三年 然后一年认识女朋友 一年半 所以你教女朋友的眼光 是不是也跟这个摄影 有很大的不同 摄影是不是也代表了 你开启了 你看女生不一样的眼界 没有啦 但是 但是真的能说 就能分辨到 诶 真诚的事物 回馈在我身上 是不是 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结果就 回馈来了 对 终于在摄影之后的 一年半之后 认识人的 认识人的女朋友 值得让人珍惜的女朋友 哎呀 这叫公开 这叫公开示爱 这叫公开示爱 在我们现场的是 邮差李翔 他出版了 猜猜工作日子 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呢 聊聊他的邮差生涯 跟他为什么拍照 更重要一点是呢 他还向他的女朋友 公开表达了他的爱意 这是很难的 真的很难的 我们可以好好的聊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 开始动作念头拍的时候 你拍了什么 其实我拍了 就是我去买午餐的样子 对 那我们中午 其实会有一小段的休息时间 但也不能说 真的休息到很久 就是把饭买回去公司吃 对 我记得我第一张照片 是我拍我买饭的样子 用手机拍的 对 那就是 你在书上有写说 刚开始拍的时候 连那个相机拍 那个水瓶啊 什么的都搞不清楚 都抓不准 多久以后才开始 抓到诀窍 也是要大概拍到 第二年开始 对 那画面慢慢 呈现出自己的个性 那朋友才开始建议说 好 你知道吗 刚才我 我为什么问你说 你开始是不是手机 然后后来用相机 那个非常知名的歌手500 他出了好几本 这个摄影集了 我也很喜欢 他上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他带的那本摄影集 全部是用手机拍的 他用手机拍 他也是一样 就丢在这个Instagram上面 然后呢 累积了一个量以后 他再挑一些照片出来 那所以坏了说 手机也好 相机也好 如果你拍出一个心得的话 拍出某种专业的心得的话 其实都可以拍到很好的照片 对 而且有时手机还更及时 更及时一点 对不对 好 油菜生活一天大家工作多久 一天大概要八个小时 一至九个小时吧 你十二年来都都骑野狼 一二五吗 对 现在也有开车 油菜现在也可以开车 那个包裹 还是要开车送的 所以你也会送 对 我也有在送 你不会是在送油菜的过程中 认识你的女朋友吧 不是 不是 好 我们待会来继续跟油菜 李翔来聊他的摄影 摄影带给他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体认 好 各位 现在时间是下班时间 对不对 六点到七点钟 那你每天上班 早上出门 或者早九晚五 或者你不是早九晚五 但是你时间可能拉得更长 或者你时间其实还蛮有弹性的 都没关系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 我会问一下大家 各位想一想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还是你 其实还没有找到你工作的乐趣 或者 有时候你要需要一点 不一样的生活的情趣 你回过头来 就发现到 你的工作其实蛮不错的 在我们现场的油菜 李翔12年的油菜了 那三年前开始喜欢摄影 没想到拍着拍着呢 在他油菜生涯进入到 过了12年之后 他竟然出版了 拆拆工作日志 那个拆拆就是油拆的拆 拆拆工作日志 是有录出版 为他出版的这本新书 里面呢 并不是没有文字 他挑了一些照片 上面都有非常感性的一些文字 跟描写 可是这些照片最有意思的是 充满了 我觉得充满了人情味 你的照片充满人情味 就像你上面讲的 有很多在网络上看到的 他们会从别的国外 写给你他们的心得 他们会讲的 会让他们想到他们的家 想到他们的故乡 所以我想第一个有人情味 第二个呢 台味很重 台湾人的这个KIVI很重 很明显 各位也不难理解 因为大部分的场景都在台南 对啊 都在你工作的 台南的郊区 而且你拍了很多很多 很有意思的场景 就是 比如说等包裹的阿贝 然后坐了几十年摊子的奶奶 阿嬷 或者是住在那个 有点像是违章建筑的房间里面 的房子前面 但看得出来 他自己还努力的做一些盆栽啊 的农民 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场景 但我有注意到 年轻人不多 对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照片里面的年轻人不多 所以他是不是也反映了某一种程度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看到了台湾的乡下 或者是比较乡下的地方的某一些 那个社会的实景 对 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嗯 好 可以这样说吧 人口外移的说音 就是我是我是看你摄影集的时候 有不知不觉的这种感受 我就发现他 整个回想一遍 发现他没有看到什么太年轻的人 没错 再半句很小的小孩了 嗯 对 但是中间那个年轻人不在了 可以说说看 也不要一直我在讲啊 今天是你来打树耶 什么样题材吸引你 其实那个结构就是他可能 我也平常是也没有办法遇到他们 因为那些中年 中青 中生代 白天也可能出去上班了 白天要上班养家活空嘛 对 那其实我会拍老人家 其实是觉得说 我在老人家看到 一种坚持的精神 嗯 对 那我觉得那种精神 精神是现在 现代化社会 非常非常缺少的东西啊 对 那那种坚持的精神 就是比方说 诶 譬如说做回收的奶奶 嗯 对 那他为什么一直要坚持做回收 来养活这一家子的人 嗯 对 那为什么 那当然他不是守旧啊 嗯 我觉得他是维护一种 经典的精神存在 嗯 对 那你可以在上面看到说 诶 这是刻苦耐劳的精神 嗯 反映到自己身上 会觉得 诶 好像觉得说 诶 自己明明就很努力了啊 那生活怎么都觉得 不满足之类的 那 在他们身上就可以发现说 诶 原来其实能努力过 就是已经累积在自己身上的能量 嗯 对 大概是这样 我在看拆拆日记的时候 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是 因为他有好几张照片呢 他喜欢用 呃 他的 他骑的那个 呃 摩托车 啊 上面有有那个中华邮政的标志 放在这个场景里头 然后再自己再拍下来 你晓得就更加加深了 大家一个很强烈的印象 说这个 这本摄影集不是一般的专业的 其他摄影师拍的 而是 一位邮差 利用他工作的同时 呃 在那个工作的瞬间 然后他拍下一些有感的一些画面 嗯 刚开始这样拍摄 你没有压力吗 不会觉得说 诶 你的主管 或者是你们的呃 公司里面讲说 诶 你有没有在上班 没有啊 因为路 因为其实坦白说 信都有送完 那些都是固定的路线 嗯 都会经过的地方 啊 但是主要是说 我一开始在拍都没有让人家知道 只是单纯的想说 放在IG上 是让你以后可以看嘛 可是当初你在拍的时候 你就类似像这样 把邮差的这个车子就露出来了吗 对 开始的时候 把车跟画面做结合 哦 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做 所以那一定有人会慢慢猜出来说 你的工作跟邮差有关吗 对啊 那其实就是 嗯 就是邮差了啦 我一开始的导向就是说 诶 这是我拍的东西 嗯 对 那我的tag就是 拆拆工作日子 拆拆工作 拆拆工作 呃 日子是一开始你自己选的书名吗 不是 出版社把你想的 对 哦 他们不担心说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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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会看成羞羞害羞的羞 哦 OK 有啦 因为拆跟羞有一些字形上的相像 对啊 不过叫羞羞工作日子搞不好卖得更好 哈哈哈哈 现在也是会有人直接叫我羞羞啊 好 作为一个邮差啊 做了12年 你喜欢这工作吗 现在喜欢 现在喜欢了 现在越来越喜欢 嗯 你说邮差能看到什么 我觉得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角度的缩影 但是当然说 嗯 诶 我每天跟人家打交道的人都不太一样 嗯 那我会觉得说 嗯 好像真的 越有内涵的人 那跟你相处上会 真的会相对的轻松 嗯 对 我这种举例是比方那些老板 嗯 对 有些中小系列的老板 其实认真说 没有到经营到一种 规模的话 嗯 其实我觉得那种交流都有点粗糙 嗯 对 那他已经 就可以相较之下 那他已经经营到一个规模的阶段了 那他其实 相对待你 嗯 真的会在他身上觉得 哇 这个人真的会成功 也是有道理 对 OK 就是你可以体会到 体会得到 真的是有那个道理 诶 当邮差有这么多时间 跟你的每一个 收到信件或包裹的这些 呃 民众 哦 那个都是 打交道吗 叫挂号的那个空档时间 他们去拿印章的时间 哦 对 那当然有的人会把工作当成工作 就不太喜欢跟人家交流 嗯 但有些就会跟你聊聊天 对 我自己就会 通常会跟他们 多多聊一些日常 这样 都都没有这种小老板 聊聊聊聊 觉得说 哇 你这个李翔真的不错 诶 诶 就问说 有没有女朋友啊 会啊 这种机会都通常都会有 我有一个子女 不错 我也一个女儿 不错 介绍不敢 介绍我都说 我有女朋友 哎呀 你现在这样讲 哎 当个邮猜 你什么样的场景 最吸引你 比如说好了 我有注意到 人物是没有问题 人物很 有一些老人家 各个不同的老人家 你有捕捉到 通常你拍的时候 你会跟他讲吗 你会跟他讲说 我要拍你 有 要讲吗 有的会讲 那他会 因为有时候你讲的 摄影就是这样子 你特别摆pose 反而不好看 对 所以你抓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说他让你拍 但是你会 你要抓一个 你要的角度 我通常会 最喜欢拍 就是那种不经意 最不经意的时候 一定是这样最好看 那其实我觉得 就是最直接 最直接的前三秒拍 就够了 对 所以我跟他说 大概我说 哎 阿嬷我要拍你了 就前三秒就完了 就拍好了 好 那除了人之外 你这里面有很多是景 是一个空景 什么样的空景会吸引你 就是那个时间点 会呈现特定的样子 就是每个 像比如说农田好了 他在四季都会有不同的面貌 对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拍那个 就是在夏季 在养水的时候 他的水田 会反映出天空的样子 反映出天空的光影 对对对 对那比如 或者是植物会在 会在像那个里面有一张是阿伯乐 对那像阿伯乐在那个季节所盛开的样子 我才把他记录下来 你大概一天工作的时间里面 你可以拍到多少张照片 有时候一个礼拜 搞不好都难产 一个礼拜两三张吧 为什么会这样 对因为是特定的样子才会去截取 所以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你一边走一边就要拍 就从头拍到尾就不是 所以还是要有一些feel了 对一定要有一点感觉 那也有一些是 我觉得那种场景是可遇不可求的 比方说我现在手上翻了这张 他刚好就是一群小朋友 在听这个 应该在听这个消防人员的 在讲解解说 可是重要的是这些小朋友穿的 他应该穿的是 这是穿的他们运红还是校服 制服 这是制服 它是条纹形的 白底 然后有蓝红 在做一条一条的 所以他这篇照片拍下以后 他有一段句子 他说李翔说 应该是制服的和谐吸引我 小朋友们根本没发现到我的存在 这里的小朋友很单纯 跟我的对话都是直接的脱口而出 回想起来 自己因为出了社会 跟别人的对话 应该已经有所包装了吧 一个问号 看得出来 这个拍的时候 因为你的镜头 所有的小孩子跟老师 都是背对着你 勉强看到的可能是那个消防员 消防解说员 因为他是面对你的镜头 不过他也没有看你 他是在侧着头 跟他们在讲话 像这种画面 其实就可遇不可求 你要刚好经过 像他那样子认真的状况是 因为我旁边有在骑摩托 那声音就是 那种排气的声音 很大声 其实他们真的都没有回头过来看我 那就是很专心在那边讲 所以你在这样子 当油材送信件 送包裹的过程里面 你的相机是随时背在身上 对 就背在身上 但也因为这样相机很容易坏 有坏的什么 撞到吗 对镜头我就坏了 还是掉 没有就坏了 镜头就因为那个 卡到一些东西就坏了 因为你在骑摩托车 它会卡到前面 好我们在现场的是油猜 李翔 我特别喜欢看这里面 他有几张照片 是他把他的油猜的 那个摩托车 放到一些空井上 比如说有一些路 有一些小径 有一些这个看起来 此路不通的小径上 有一些是在火车的 平交道的前面 你就特别特别的 有感觉 有感觉就是说 一个油猜 借着摩托车 把所有人的信件 收信寄信 然后穿梭在 南台湾的一个小镇里 一个小的区域里 然后这就是构成的 一个日常生活里面 有非常温馨的一些画面 这就是台湾 台湾的某一部分的场景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 POP大国民 今天六点钟到七点钟 我们请到了一位 当了十二年的油猜 李翔先生 非常年轻 但是这三年 他透过他的工作 也喜欢上摄影 然后拍出了 一张又一张 非常动人的照片 放到Instagram上 然后现在被出版社注意到 把他编成了一本摄影集 拆拆工作日志 非常非常的好看 温馨 你是在 你是南部长大小孩吗 对 台南 台南 对啊 那十二年的工作 将下来了 油猜这个工作 会使得你对于 自己的故乡台南 有更深刻的认识 跟了解吧 对 那更深刻的认识 是因为这群朋友 那他们喜欢考究 就是本土化的历史 那相对会 相较于印在台南市的 那种街道文化 其实台南市的 那街道像 那种很精彩 你们都利用什么 都利用假日吗 对 之前是利用假日 然后就去走向 你们那个朋友 有一个团体吗 有组成一个团体 我们之前是一个慢跑团 慢慢集结的 慢慢集结 现在还慢跑吗 现在没有了 现在大家都各自忙 对啊 这个中华游镇 底下的油猜 如果喜欢慢跑也不错 哪一天摩托车故障的时候 它照样可以用马拉松的方式 一件一件的送 有啊 我们常常走路啊 常常要走路 用走的送啊 像我们刚开场的时候 有讲到 因为现在是数月网络的年代了 信件是不是大量的减少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这个就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 还是我们都会人的迷思 也不算迷思 因为这种变化 就是说 因为以前就是手写性居多 对 那广告性真的很少 那现在就是都变成 广告性多 手写性少 对 所以广告性你们还是要送 还是都是广告性 那包裹呢 包裹也很多 包裹 那个要看季节 就是真的就是像过年前 或者是 三节之前 三节之前 比较会赶东西的时候 就会变多 油猜 油猜现在的工作好不好做 我们长期间说 比如你骑摩托车好了 油猜先要这样跑 你这里面有一张照片是说 被那两个鹅吓到 通常 通常鹅 鹅比较恐怖 还是狗比较恐怖 那个鹅是因为狗狗比较常见啊 那鹅是真的很让人家意外 你说鸡就算了 鸡会靠近那个会啄你就算 那鹅真的很有压迫梗 很有压迫感 鹅会追人 对啊 对不对 我小学的时候就知道 那个 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弟弟 在我外婆家 我外婆家那个池塘里面养鹅 养鹅是因为要防那个蛇 防那个蛇的 就那个鹅站起来 哦 那个鹅站起来很高 对啊 他头抬起来的时候 对一个大概五六岁的 四五岁的小朋友来讲话 那个鹅站起来 他的嘴巴可以咬到我们的肚脐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 对 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我弟弟从那水池里面上来 池塘里面上来的时候 那个鹅就一直盯他屁股 一直盯 我那个弟弟就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哭 对 所以我印象很深 那个鹅会攻击人的 对啊 而且那个啄到很痛 我又会真的有点怕怕的 真的被他们吓到 但那张照片拍得很传神 去你凳子上 然后两只鹅一左一右 他那个就是看到我的标准笑容 那两只是他的宠物 嗯哼 对啊 那其实没 我的互动就是这样 就是跟他们每一眼的互动 然后讲自积月累 然后就变成产生一种感情在 摄影机里面看到的画面 跟你用平常肉眼看到的画面 差别在哪 我觉得是我先用肉眼去记忆 对没错 然后再用相机去呈现 嗯 对所以那些其实都是 我记忆中的一部分 嗯哼 对那简单说 画面呈现出来 就是我最想要表达的东西 嗯哼 当油菜这样子跑 跑那么久了 有很多的收件人 应该都变你朋友了吧 收件人 就是这些 你你你 哦朋友 对对 因为就变成好像 我不是 他们不是把我看待成工作 就是变成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嗯哼 对那可能在成都市 可能比较没办法 但是我不知道说 因为毕竟我不知道生态 嗯 对所以我相信这边的工作应该是更辛苦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住在桃园杨美 嗯 我小的时候那个油菜来 你晓得有时候久了 油菜也跟就跟 真的就很像 你在照片里面呈现出来的 其实人都有人情味的 啊 真的 对不对 然后我就记得我们每次有一些老油菜 在我们那个区域 可能待到很长一段时间 嗯 真的就很熟了 真的啊 每次经过我们这里就会 我妈就会出去给他们打打招呼 有时候还倒杯 倒杯凉水 或夏天弄个那个冰 青草冰 就送一杯过去 然后一边就聊起来了 真的 然后有的油菜还 还会很热情的问说 哎呀 那你现在那个老人家身体怎样啊 对 对不对 就很像 就跟我平常一模一样 先怎样 然后或者说 哎那你的儿子现在在台北 他有没有常回来啊 啊 他讲都没有回来 连信都没有记啊 什么的 对 就说这就是很很 所以你早点油菜这个工作 很有意思的 嗯 在在国外 他他有的还变成一个文学 或者是电影的作品 嗯 就是因为他这个角色太特别了 嗯 对不对 因为他他有一种规律性 嗯 然后这种长期的规律以后 又他又代扮演的一种是传递讯息 让这个远离的 家人 呃 家里的这些外 远游的这些孩子 或者是朋友 可以跟家里面做联系 再过去 对对对 都透过油菜嘛 嗯 真的真的 嗯 我有遇到 遇到那种外劳 真的就是 送他家 他家乡的那个包裹给他 或者信件给他 真的哭出来 因为我有一次印象最深刻 就是有一个外劳 就是送 拿到他家的小孩子的照片 哇 当场就 真的 抱着我哭 我说 哦 我也哭出了 我说 好了 好了 对 就大概是这样安慰他 嗯 像这种瞬间 这种这种照片 你拍得到吗 没办法 没办法拍 太突然了 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拍照 你晓得 这又是我自己常讲的 我觉得 其实生命中 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嗯 在当下那一瞬间 你是拍不到的 对不对 真的拍不到 因为你想再来拍的时候 通常都是再摆一个pose 嗯 想要来捕捉刚才的那个感觉 可是不太对了 味道都不对了 蔡大哥你知道 我其实很想拍一个画面 嗯 就是民众跟我打招呼的那个瞬间 那那个微笑的笑容 但是我拍不到 那你唯一的个办法 是怎样子 除非说你身上挂的是 那个已经备好的 随时可以拍 你就像我们平常一样 你手上有一个按钮 放在上面 你就按着 啪啪啪啪一直按 除非是这样 有啦 现在应该器材都很进步 对除非是这样 不过这样的话 你就像油猜吗 你不像油猜啦 哈哈 我在拍纪录片 对啊 不过我问到一个严肃的问题 是 你会不会这样拍拍拍 拍到最后 你会觉得 这样走向摄影这条路了 我自己不敢当 只是真的想说 忠实就呈现眼前的状态 你的女朋友 可能也不会让你这样当 女朋友会说 专业摄影就很辛苦了 哈哈哈哈 对啊 嗯哼 因为毕竟我在拍 都是情感上 嗯 比较偏情感吧 如果你真的说 要我讲解 是什么专业技术 我们这样讲好了 如果说你现在真的 用专业摄影的角度 去拍一些画面 那是一条路 哦 可是 它就不会像你现在 猜猜日记 工作日志里面的味道了 对 因为是在工作的范围里头 嗯 你看到的世界 所以大家会联想的是 邮猜这个角色 嗯 然后透过影像 嗯 记录了他在日常生活里面 看到那些 跟他互动的 美好的人跟事 是 你晓得 这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你今天不是 是放下 邮猜这个角色 变成一个专业摄影师 嗯 我觉得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很想要成为 国家地理频道的摄影师啊 呵呵呵 可是那个工作就不一样了哦 但那个我觉得就是 当邮猜就结合摄影之后 我觉得就我很容易 很容易去当 融入当地的 当地的氛围吧 有 对 我 你现在讲我突然想一想 你有一个状况 你可以 你就到那个 玉山国家公园 嗯 当邮猜 你两个角色都结合了 对不对 你骑个摩托车 一直上上到 最上面那个气象观测站 你就帮他们送东西 沿路你就可以拍照 那个很酷 像那个 像这次邮政节 就会采访最高 最高处的邮猜 对 那个我觉得那个很酷 或者是他们 你想要在那种 很大的山上 嗯 送当邮猜的 对不对 那边就有山区啊 对 山区真的要骑很远 哎 那个那个 那个大概一天跑下来 距离很远 可是送不了多少 多少封信 对不对 对那他成本就是复苏在 那个距离上 距离上 对啊 你还没试过这种 我还没 但是看我同事在做 其实蛮辛苦的 可是可是如果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计划 你的摄影的镜头 跟你看到的 的的世界 就会不一样 对啊 对不对 但是要看公司 要不要安排我做啊 对啊 我看也不会吧 你现在是这样讲这话 应该是怕女朋友不准了吧 哈哈哈哈 说说看啊 这三年 这三年 开始用摄影去了以后 你跟他们的关系有变吗 有 嗯 也是更变得更加深厚 他们不知道你要出书 有 这些被你拍的人 人我都有去讲过 对 大概跟他们说 哎 阿嬷我要出车哦 有 有让他给他看一下 我拍的照片 有送他们书吗 没有 还没有 没有 我这送起来不得了 哈哈 好 每人送一本 你也就破产了 对不对 这个这个书 摄影集 摄影集呢 各位可以有机会 可以看看啊 拆拆工作日子 作者是李翔 他书的封面上 有一个书腰上面写说 最会拍照的邮差 超人气 Instagram 这部首部摄影作品 骑着邮车 在工作的美丽瞬间 记录令人屏息的画面 一百多张摄影作品 动人呈现 加上精彩的访谈收录 访谈我们还没聊到 是他在书的最后面 他有附录一些访谈 呃 这些访谈是怎么样 是 之前大陆那边的平面 所采访的 哎 他们怎么注意到你 也是借由台湾的媒体报道吧 所以想看 我觉得现在数位网络年代 真的很可怕 你有脸书 Twitter 或者是Instagram 你晓得这个 没有距离 对啊 我看到一下 有一些 你的读者的反应 他基本上就是 透过上面 人在海外 都看到你这个照片 对 对啊 那海外 像海外求学的游子 那个是 的留言会让我 特别印象深刻 对啊 让他们想到家乡 大部分有感是因为 他们自己就在 住在南台湾 台南那边成长的吗 大部分有感的 对 或者是说 我拍出来是等于 是他们家乡的缩影一样 对 让他们想到 突然想到家 因为 台湾的小镇 有一些画面很像的 对 对不对 比如说 在一个摊子 一座做了 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的 老阿伯或老阿嬷 这我其实在每个地方都有啊 好 我们带回来 继续来跟 尤猜李翔 来谈他的摄影集 猜猜工作日志 很好看 也很温暖的一本摄影集 好 我们的工作 大概说实在的 除非你是一个 非常自由的工作的范围 典型 否则我们大部分工作都有一定的范围 好 那你比如说你是个业务员 你大概就是在业务区域 就在一个一个台北 或者是一个新北 一个区块 如果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办公室上班的话 你大概就是一个大楼 然后就大楼的周边 中午出来吃吃饭 大概就这样 那你也许会认为 你的工作没什么乐趣 可是想想看 我们再想想看 各位再想一想 哪一个工作真的一开始就有乐趣的 某种工作乐趣是要在工作当中慢慢去发掘的 而且有时候这个发掘还要换一种眼光 比方说你是个邮差 你也许认为邮差还蛮自由的 骑个摩托车 到处跑 每天这样 可是如果你天天是这样走 固定 刚才李翔也跟我们说了 他12年的工作三条路线 换来换去 也不过就这样 碰到的人 12年前 他可能是一个阿伯 12年后他还是个阿伯 只是更老的阿伯 对不对 就说但是如果但是反过来讲 你如果是充满一种好奇 充满一种镜头里面的一种好奇 跟想要捕捉某一些温馨的画面的 这种角度的时候 我们眼睛就我们看到东西就不太一样 就不太一样 就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像之前那个有个记者朋友也说 其实我也看过了一个生老病死的轮回 对那我说也是真的 真的是这样 就说12年前跟12年后 真的是有些人就离开了 像我其实有的会印象就是有跟我感情不错的长辈 好今天还在讲话就隔天就那个 对我就那个也是会让我蛮难过的 对 所以说摄影有时候会留下一些美好的 或者是至少对我们个人来讲 我们这一生永恒的一些画面 这是事实 这个我确信 甚至包括场景都会变吗 像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上话戏院 对那上话戏院也拆了 那不拍就真的就没了 包含许多老房子都是这样 现在出版了这一本了 你还会再继续出第二本或第三本吗 你要看出版社 要看我们家老板 要看这个有录觉得 这到底到底有没有成本 有没有赚回来 所以各位听到我们这个广播的朋友的支持 支持的不只支持李翔邮差 他继续往前拍 也是支持像有录这样的出版社出好书 去发掘一些非常有人情味的角度 出版的书籍 我想这也是大家的支持了 你从来没想过这回出书吧 当然啊 这从来没有啊 可是人生很有趣 当你已经出了这一本以后 你想想空间就大了 你现在会想要 刚刚你讲了 你想到国家地理频道 当官员摄影 你看这表示 人生的技术性就不一样了 嗯 嗯 你的同事们知不知道你在拍照 知道 但是我们都比较 我会跟他们讲说 在公司就尽量不要谈我 拍照的事情 对那在公司中做 就呈现工作的样子 这样也对了 所以各位 我觉得要表达对李翔 如果你的同事们 如果听到我们这个广播的话 我觉得你也可以 善意的表达 你就买个三百本书 放到邮局里面就好了 那天早上最早来的三百位朋友 每人拿一本 太好了 下次如果再出的话 你会尝试什么样的新的角度吗 有没有想过 下次再出的话 我可能会以路线 然后就是用图跟文做结合 然后描写出更深邃的故事 有意思哦 因为一条路线 有一条路线的 它其实故事非常的多 你们的路线这样看看会有多长 一天平均要五十公里哦 我说平均 三条路线平均的话 对 五十公里 对 那其实五十到六十不等 现在还有油猜 骑单车送吗 有 还是有吗 有 现在还有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油猜都骑单车送 对但是我不知道单位是哪里 但是我真的知道有 区域应该是会相对小一些 一定是市区啊 哦 一定是在市区 也是 那你们骑这个摩托车 通常有要求说 你们在路上要去送信的时候 速度要控制在多少 速度哦 没有 没有呢 没有管制你们 对是没有 但是一定会叫你骑慢一点 但通常你手上拿到的信件 都能够在上班的时间内送完吗 对啊 都应该是可以的吗 对就一定把它送完 再才能回公司处理行间啊 嗯 嗯 你们还回公司处理 还有内部的作业吗 对啊 一整天的行程 一整天的流程就这样 先出去送 然后再回来拍隔天的路顺 哎 你说拍隔天的什么 路顺啊 就是信任的路顺 这就是一个邮差的 好 一天的生活 我们很快的 让这个摄影师李翔的邮差生涯 给各位做一点整理 你通常早上今天要进去 哎 我们现在是八点开始上班了 上班 对那我都会早一点去公司吃早餐 然后八点钟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拿 你手上就会拿到今天要送的 已经整理好的信件 那整理好的信件是你整理 还是有另外的人帮你整理 我们是自己弄 自己弄 对 上班那边自己弄 然后就开始出发 你大概几点钟要离开邮局出去 九点以前吧 就出去 那午餐是在外面吃 午餐有时候会拜托同事先买回来 就回来 会有那个志工阿姨 哦 回来吃 拜托 对再回来吃 小小休息一下 再出发 再去 没有就在公司整理整理隔天要跑的路 通常早上就可以送完啦 没有哦 也不一定 也要到两点以前吧 哦 对 然后这段大概就九点到两点以前在外面 然后下午就要整理 对 然后再回来公司 整理什么 排信 排信 所谓排信什么意思 对我们外行人来讲 不太了解 就是一张 就是那个你把信整理好 然后依照那个顺序排好 然后就这样就是隔天要跑的路 哦 你说顺序就是 哦 我懂了 比如说这条路 可能就是从一号开始 一直排到 比如说 13579 24680 排好 你就照这个顺序这样来 对 哦 我懂 我懂 要排这个路 OK 这个排这个排这个顺序 你最多的时候 跟最少的时候 那差别大不大 那个信 哦 很大 很大 对啊 因为现在量 如果说现在 老实说是量大的时候 就是那些DM出来的时候 你们的工作有淡季跟旺季吗 有 应该是大小日吧 大小日 对 就是看DM有没有出来啊 哦 有DM叫大日 对 或者是有的时候地方特性会有的那些信件 就农会 渔会啊 哦 哇 油菜工作真的 真的有趣 嗯 你会继续坐下去吗 会啊 坐到退休 应该吧 嗯 对啊 好 那要结束我们的访谈 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看 你希望他们怎么看待你这本摄影集 也是你的第一本书 猜猜工作日子 嗯 我希望这本书 或许是跟你们带来一些相仇啦 但不管是相仇也好 或是日常生活的收音也好 嗯 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至少我把这些作品拍出来的 那嗯 也简单说你们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啊 或者是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过不去的 就不妨看看自己还拥有的那些东西 嗯 那做好 做好准备 那下好三秒钟的勇气去决定啊 嗯 就准备就出发 这样 好也感谢李翔 邮猜李翔带来的猜猜工作日子 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找有录出版 为他出版这本书 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点一下猜猜工作日子 大概相关的讯息就会跳出来啊 你就会了解了 非常感谢 感谢 谢谢猜大哥 有机会 有机会再多跟我们聊聊 邮猜的好玩的工作 干苦台 五点到七点节目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也非常希望的话 各位会喜欢自己的工作 喜欢自己的人生 找出一个兴趣 然后为自己找到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重新看待自己 你会过得比较快乐的 Go Go Show 朋友这么做 一次就都 看到你在远方大声呼喊着我 就像有才呼喊你的光 谁有 Go Go For You Go Go Girl 就让我们Go Go Show 再生更好的我 下次还要记得再见再抱 你犹豫的起来 寂寞式的坦白 我依然觉得被你宠爱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大国民制作人姚立强 企划制作蓝婉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What's up mus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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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